20号起时续迈入春分 不过受到大陆冷气团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花冬的气温仍然偏低 尤其是清晨 不过周四白天起冷气团减弱 下半周气温将开始回温 到周末各地白天大致晴朗稳定 不过下周又有封面通过 降雨又降温 提醒民众仍要留意日夜温差 20日周三起时续迈入春分 太阳直射的位置往北半球移动 北半球的白天将会比夜晚长 不过受大陆冷气团及东北季风影响 花冬气温仍偏低 尤其清晨 不过周四白天起冷气团减弱 下半周气温将开始回暖 今天高压基本上已经出海了 22、23高压慢慢往外走 然后上面的封面还没来影响到我们 所以21到25天气蛮不错的 然后26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另外封面会影响到我们 然后在花莲这边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 所以水气也有点增多的一个情形 然后温度会稍微一点下降的一个天气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整个花莲的温度曲线 看就是说21、22、23、24、25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天气都蛮不错的 然后到26的时候 大概就开始因为 下午会受到一个封面的影响 所以温度会稍微下降 但是温度也不会降太多 所以到晚上可能温度会降到18度情形 然后到27号的时候整天大概就是阴雨 然后温度会降到高温大概升22 然后低温大概17度一个情形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周天气应该还算不错 然后高温也蛮舒适的2627 然后低温应该也还好 就17、8度这样的情形 所以整周温度看起来是不错的一个天气 周五、22日至下周一、25日 大环境将由偏东南风转为偏西南风 主日回暖 不过花冬周一起将有零星短暂震雨发生 26日方面通过激动北季风增强 天气转凉 提醒民众人要留意日夜温差 注意身体健康 记者蒋方燕华临时报导